我回來 本身是十二斤 他就要花十八斤的錢去買那個地 去買到 有的就買不去 對 有的就買不去 現在就是要看他的補償計畫裡面 有夠抓刀去補這個 所以他現在玩一個租金 有財團要插嗎 我相信這種消息 因為財團已經有 已經脫手了 現在還留在手上有農地的 這些炒作者 我不知道他們後來會怎麼樣 那我請教博倫兄 有財團要插嗎 就我了解那邊農地 其實都已經轉兩三手以上了 所以持有農地的人 他這個基本上他是他投資標的 他贊成這個是一件事 但是他們這種市居的 甚至一件站在那裡 聽了就沒有了 這個他們的權益 一定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部分 所以博倫你的意思就是說 在政府公告這個計畫的時候 持有農地的人 可能已經不是原來在那邊 耕作的農民了 對 據我了解 大部分的都已經轉手很多次了 因為這個計畫真的炒太舊了 對 請教一下李先生 你們家這邊去徵收是徵收多少 我們可以把那個圖拿出來好不好 你說這張嗎 這張嗎 對 我們家 因為我爸爸 我爸爸他自己有一個三合院 然後再加上就是後來他新蓋的房子 再加上我的房子跟我哥哥的房子 原本他的第三次的那個會議的時候 他的路預定是從這邊過去 虛線的地方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就是寧定中 這是桃園國際機場 這是桃園機場 對 這是桃園機場 這是桃園機場 這是台灣海峽 上面是海 上面是海 這是海 這裡是海 你們哪裡 我們哪裡 我們是在這個地方 在角落這裡 這邊剛好 就我們家前面那條路 剛好是都市計畫區 隔著我們家前面那條路 我們就變成是要被整熟的 原本他的計畫是說 他在第三次通牌檢討的時候 他是說要從這邊路 從這邊過去 從機場裡面過去 這樣的話其實不會影響到我們 可是後來因為我哥哥 去跟他們講就是說 就澄請說 看可以不要 盡量不要往我們這邊過來 他本來就沒有要從這邊過來 對啊 他第三次 結果我哥去好像有去跟他們 就是澄請說 你不要把這邊線畫 因為他也怕 他會從這邊進來 不說還好 越講越調工 越故意 從我們家這邊過去 所以這個地方都 包括我們旅家 所謂一兩百戶 就全部都這樣子穿過去 所以一兩百戶 就整個滅足了就對了 你們整個都要拔下去 整個種子都要拔下去 因為其實我們對那個錢 因為我家也不算說貧窮 因為我哥他經商 在大陸經商 就是說其實還可以 其實我們在乎就是說 我們跟這些旅家的家族 我們大家在這個地方相處 有感情 你現在一條路過去 你就把我們整個家族全都拆散了 我們被分配到這個地方 我們不一定還會被分配到這邊 分配到這邊搞不好 還抽到墳墓地 搞不好還要抽到這邊來 然後他又說 他的那個安置地點 是在那個跑到這邊的下方 全世界最差的地方 就是這裡 要把我們安置在這裡放 這幾戶 安置幾戶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這個地方是客運園區 一旦客運園區有安置住宅進去之後 各位請看 這一條跑到增設到這裡 那這些人不就剛好在航道下 莫名其妙 這增設案為什麼會莫名其妙 這你們是睡不著嗎 他還怎麼跟我們說呢 他還跟我哥哥講說 現在的飛機比較進步 會比較小聲 叫他來住看看 對啊 你如果住 你給他住墳墓地看看 對啊 所以你們家有多少土地 有多少房子去用增收你知道嗎 應該差不多有七分地 對 七分地 兩千多坪 七分地三百坪 可是這已經是 因為爸爸有財產就分一個 我跟哥哥 所以已經有分了 其他那個主錯就是還沒有動 七分地 大概七分地你就分三分半 你們哥哥三分半這樣就對了 但是這邊都會被徵收就對了 對 阿爸我房子幾間 房子就是我爸爸自己的房子 加上我跟我哥就總共是四棟房子 對 總共徵收 全部徵收 我哥哥那一棟房子 他還是還沒蓋好的 他還是給他建造 對啊 就現在要把他徵收掉 我的是在才剛蓋好而已 也是要被徵收掉 你會蓋好蓋多久 去年十月才剛蓋好 十一月就說 這工展圖就出來 就說我們家要被徵收 那他幹嘛發建造給你 對 他為什麼要發建造給我 我們要去問他說 航空城關我們什麼事 結果 就這樣子 不關我們的事嗎 建造是桃園先生母發的吧 對 桃園先生 怎麼會不關他們的事呢 對啊 然後為什麼安置軍也不在這邊 然後他說怎麼這邊 有一個六十分廢區 六十分廢區說不可以住人 這些分廢區我們都在這裡面 我們都不是人 我們現在這邊住了一輩子 我們都不是人 對吧 是 桃園縣政府有說 其實你們爸爸和這個 主殺和土地被徵收 沒有關係 他本來是健康自己就不好 你有看這新聞嗎 有 我有看到 我爸爸其實身體很好 那就是說他 因為他年紀大了 他八十歲 八十三歲 你說八十三歲的人 沒有一些小疾病 絕對不可能 對 他也可以走 還是走得比較慢 那就是愛做的事 那個就是 因為 東方的那個主阿嬤有想 對啊 這是一樣的嘛 所以他已經自有憂鬱症 對啊 對 對啊 對啊 就是因為他其實身體就是還可以 所以他一直都在做 他就是愛做 可是有時候就會跌倒 所以我們就是親戚都會稍微留意 這次因為 因為先前都跌倒過幾次 隔壁鄰居就是堂哥他們就說 有看他跌倒過去看 以為他是跌倒 結果誰知道他是喝農藥 而且為什麼 你要選在我們去抗爭的這天 來做一個了斷 這證明什麼 這不是航空城的事件 還是沒有了 你們看看一下 不可能 怎麼可能 對啊 應該這樣說 11月前到你們去控制 對啊 有上千人其實是到這個 機場門口 機場門口去抗爭 爸爸就是我們去抗爭的時候 你們農藥煮 對 是 所以 所以 蘇先生你剛好發現 爸爸有什麼異狀 我本身是沒有 可是因為我爸爸 都是跟我哥哥他們住在一起 因為蘇娜都在那裡 他自己蓋的房子 他喜歡坐在那邊 我新蓋的房子 他覺得可能比較不適合他 而且我又還沒有家庭 所以他可能會覺得比較孤單 所以他是住在跟我爸一起住 就跟蘇娜他們全都住在一起 所以比較熱鬧 那一段期間我哥是跟我講就是說 就是常常看他坐在田裡面發呆 對 你就看他就是很憂鬱這樣子 就可能不知道在想什麼 我告訴你 你和土地有感情 和房子有感情 你說整個要求人家庭 你可能 你哪有可能說這樣 歡喜 對啊 我們都睡不著覺 雖然說可能可以把它賣掉 可是我們還是擔心 我們才剛蓋好的房子 你隔月就 你先生跟我說OK沒問題 我隔一個月就說 我要把你徵收掉 我們花了兩千多萬 這一輩子可能沒有辦法賺那麼多 現在都才開始 還在繳利息而已 就要被徵收掉 徵收不是以外 除了比費地以外 還沒給你錢 沒給你錢 他前面 其實前面他講得很好聽 就是說你貸款的 我們會幫你辦什麼 可是我去銀行 你只要一徵收 你馬上 他給你錢 你馬上就全部還銀行 對啊 再剩下錢 再看有沒有辦法再去買 可是我們地這樣子 我們怎麼可能再去買一個 現在價值這麼高 等它重新用以後 我們根本就買不起 買不回來 對啊 我250幾坪 我現在再去買 我怎麼可能買到這麼大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那是給他低 給他蓋的 對啊 所以他其實是這樣 因為徵收前地價低 徵收後市值高 所以他到時候換地給你 他是用比較貴的價值算給你 所以他剛才說 本來30坪 你可能換剩12坪 你還要花18坪的錢 去買10坪 你才有辦法去一間房子去住 所以大多數 只有一戶房子的人 在被徵收之後 他那個居住的環境跟品質 有些甚至會住不起那個地方 是 因為我今天看到這個 呂先生他主殺了 我剛才關心這個新聞 我覺得說 其實我們平常 其實真的是太舒服 為什麼太舒服 你知道 這個不是個案 才發現他們抗議的人 其實超過1000個人 到底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 不公不義的事情正在發生 呂先生的死見 難道會是最後一件嗎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 進廣告 好 歡迎繼續收看新聞看一看 其實沒有人會反對建設 但是我們反對在建設之下 其實是踐踏很多人的鮮血 很多人的生命 很多人的財產 家園來完成 那麼更反對 假建設之名炒地皮 所以我剛才問說 到底有人在炒地皮嗎 但是我們還是要簡單了解一下 什麼叫桃園航空城 桃園航空城是這樣 它有分做八個 這塊給做機場專用區 這塊就是機場專用區 還有一個叫自由貿易港區 自由貿易港區在這邊 另外是叫做航空產業區 航空產業區在這裡 航空產業區 接下來是經貿展覽園區 經貿展覽園區在這裡 另外是機場的湘榮產業園區在這邊 還有一個是濱海的 還有一個是濱海的 字幕伊不周避 在這裡 等你眼前 這 tabs 是那一個是濃海的 我請到這裡 那是濃海 那是濃海的 我請到這裡 很欺負 我請到地方